02可能对同学来说比较陌生的是这个Evil字也有用到,但是不是那么常用 记得,其他的用途主要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确定说你进来的是整数或者是有小处点的话,那你用Evil就好了 它意思是说帮你把那个input的这个文字把它转换 比如说像那个23点这个12的话,原来进来的话可能是长这样子,它input的进来 但我为了要把这个外面的这个拿掉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用Evil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它留下里面的东西,帮你把它放过来 但是这一题,其实如果你用Evil,你用Flows也可以啦 因为其实也是把它转换成小处点 只是说看起来,当然如果你用那个Flows要打5个字,像我的习惯就尽量少打一点字是最好的 OK,而且有的时候不确定说到底是哪一种,有没有小处点 你刚才打一个Evil,Evil相对的比较万用 不会说好像顾到这边,你另外一边就顾不到的这种状况发生 再来的话Format这个其实前面也用过蛮多的 而且我一直强调Format太好用了 有没有,像之前我们连资料库里面啦 有没有,要insert into的时候,用Format也非常好用 所以Format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善加的把它好好理 这里的话就是主要什么,渠道小处点第二位 那就点2f,几个字就是7个字 OK,那就加个7就可以了 那靠左对齐的话,那就是前面加个小余符号 那前面这个部分没有加 其实理论上应该可以加个大余符号 不过加个大余符号跟没加,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就不要加就好了 那没事干嘛多加一个 其实我发现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 它把那个小余有点当成一个箭头嘛 箭头向左有没有,那就靠左 那向右的话就是大余,就是靠 如果至中的话呢 有没有,至中就用那个至中符号 OK,所以如果以后会考到,后面没有考到至中 所以应该就没这个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104 那104的话呢,基本上它主要就是也是类似刚刚的这个这个题目 它主要是什么?做那个圆形面积计算 那输入什么呢?输入10 输出什么呢?输出就是它的半径 而且要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OK,那另外的话呢,它要计算什么?计算它的周长跟面积 OK,那周长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它有一个公式啦,就是2πr 2πr,r就半径 有没有,那面积的话呢 就是π乘以r的平方 有没有,这应该,郭先生里面有没有学,他里面好像没讲 OK,不过我们大概知道,因为他可能认为都是小学生都会的 2πr周长应该有印象 那面积的话是π乘以r的平方 会不会都忘记了 他刚好没有提示 所以他这个题目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都认为说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些东西没有讲到 OK,这个当然也是有时候 命题老师的那个就是限制,他认为说 所以有时候老师哦,如果都认为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啊,他上课就飞快了,用飞的,所以底下学生完全都听不懂 对哦,我以前也曾经做过这种事情,因为我以前以为大家都知道,那上个飞快就大家都完全一头雾水这样 所以慢慢现在会慢慢注意一下,如果不知道我再讲一下,OK,应该知道吧 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东西给算出来,所以第一个一样要input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计算这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怎么计算呢,首先第一个啦,我们一样,先开一个a104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是r好了,r等于evil input,输入一个半径给我,我就丢到r这个变数 接下来的话呢,printer什么东西啊,printer这东西啊,所以哦,特别我先把它demo一下,如果我执行 然后我输入10 结果的话呢,就要怎么,把半径输出 把周长输出,把面积输出,那怎么做哦,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底下好了,我重新再来过 第一个的话特别注意哦,如果要输出嘛,输出第一个什么,printer 诶,printer第一个呢,半径,那半径的话呢,一样哦 先加一个双引号,那我是建议哦,慢慢就是可以,假设考试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可以用一些方法 因为考试的时候,它要求就它那个上面的字哦,还有空白呢,要跟最后的那个提本要一模一样 所以尽量就按照那个提本上面的,比如开头是什么啦,它的这个半径哦,而且是英文的哦,把它 先把这个什么,输入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后面呢,再加一个大刮弧,那因为要取到小旋第二位,所以点2F嘛 OK,所以哦,这个就公式,后面加一个点format 后刮弧,然后把R放进来 诶,有没有,这样的话呢,输出就会看到结果呢,就会符合它要的这个第一个结果 OK,那应该没问题吧 而且特别注意哦,考试的时候哦,之前哦,我 曾经那个,花非常多时间一直在找一个错误 我想说,为什么希望我的工作OK,全部都对,为什么结果还是错误哦 后来我发现哦,原来,这个空格有没有,等号的前后空格啊,是必要的,而且少一个空格都不行 哦,真的是很麻烦哦,我之前卡在这里卡好久,我不知道原来空格是必要的,没加空格,结果啊,弄半天还是错 所以考试的时候特别注意哦,格式要完全一模一样 不然的话呢,只是结果对啊,但是插这个地方也算不对 哦,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找好久,后来找到,OK,我就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打就可以了,上面有什么你就照着打 啊,第二个的话就在什么,printer,我们的周长,printer 然后呢,双引号一下,接下来呢,把这一串哦,把它输入到哪里呢 有没有,输入到双引号里面 啊,当然因为这边可以复制贴上,考试的时候没办法复制贴上 啊,一个大刮户,然后要一样点2f 只是说呢,这周长哦,我们要点format 可是呢,这个周长的话,我刚刚讲过了 它的公式是2,乘,π,再乘r 哎,可是问题π现在没有了,怎么办 啊,特别是哦,你可以用input input什么呢,mass 在mass这个模组里面就有个π的属性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呢,mass 这个模组,它里面呢,就有放个π,所以我用查的 哎,帮我把那个π带过来哦,我就知道 3.14159一堆的哦,给它们不用背了哦 所以呢,乘上,在乘上啊,周长就出来了 再来最后的话呢,就是什么,面积 所以面积的话就print 啊,一样就是啊,把这边看一下哦,然后记得哦,空白一个字也不能插 插一个空白都变,在这边的话呢,双引号,然后贴上 在考试要自己打哦,点format 然后刮虎,然后再来的话是什么 我要给面积的公司是什么 π乘上r的平方 所以呢,mass 点π就取得π嘛,乘上 r的平方 r的平方的话就乘乘2嘛 就ok了 没有啊 ok啊,前面有两个嘛,后面就两个 面积 面积 对 ok 所以打太快了,把这边复制下来好了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 我应该可以,懂个意思吧 也没有很困难吧,反正就记熟就ok了 这个其实滴泪,还蛮 所以输入10,enter 少一个帽 所以不要打太快 要不然的话就是,打程式的时候要专心 不要一边打程式一边讲话 好,那请教一下 那个,加减乘除的部分的符号前后是比较空格 加减乘除 这个吧 对,像这种就比较空格 不用啊,不用空格啊 因为不是有说那个什么,就是 Python不是有一个Python的语法 Python的style 然后都是需要有空格的 理论上,因为我打这么多我都没有空格 但也没有出现错误 那因为没有出现 然后是考试的时候这个部分 没有,考试这个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 对,因为主要他会看的就是这个 这里面是不是符合他最后要的那个样子的结果 那至于这边的话,他 我印象中没有发生过问题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发证照给我 应该是应该OK的啦 当然理论上 其实那个什么,Python里面有一些规范 但有时候 有的时候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如果说你不知道按照它的规范 也不出问题的话 有时候像我们习惯 就会follow以前我们写的方法 像Java里面就不需要 可是在那个VBA里面就是需要 像加减乘除前后是有空白的 可是你不加,像VBA是这样 他会自己帮你加 自己很贴心的地方也空出来了 但是有些乘以乘是不会的话 你就是只能够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反正就是不要出错就对了 OK,结果看一下 是不是符合他要的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输入这个东西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完全得到这个输入之后 跟这个下面的结果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八九不离四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第一类的话 也许我们就先带个两题 后面的话还有106,108,10 其实都类似 后面有三题 请各位自行再练习一下 OK 那答案的话 参考答案 其实我也有放在云端上面 OK 所以如果你们需要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云端上面 正照考试题的 这边有解答1到5类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解答1到5类的话 这边就有了 OK 程式码我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拿这上面的程式码来参考